有機會可以在國家音樂廳可以表演 那我們相當珍惜也相當感謝這次的機會 可以來這邊參加演出 那我要介紹一下我們這個團體 因為我們這個團體 我們的每個舞者都是超過有15年的街舞的經驗 那所以我們算是台灣從1990年開始最早的一批跳街舞的Dancer 那其實我們現在想要把這個 我們希望一直代表台灣出國去參加世界各國街舞的比賽 或是有這種舞蹈國際性的交流 這是我們最期盼的國家可以給我們這方面的幫助 還有政府可以多多支持我們台灣的街舞的青少年 可以這樣子可以出國去跟全世界用舞蹈跟音樂來交流 所以這邊很希望各位媒體可以把這則訊息 從我們這幾個舞者 資深的舞者上面 然後去傳播給大家 那因為我們的堅持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我再次介紹我們這些資深的成員 首先我們的小黑 然後他是在今年就是全國的2對2的街舞的冠軍 那他在今年的3月跟我一起去到巴黎的世界救助部街舞大賽 然後我們代表台灣去參加世界的比賽 那接下來我們下一位我們的金魚 他是我們的一對一的個人的街舞冠軍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還有我們的卡子也是 我們的今年的3月份 也是全台灣的2對2的House冠軍 所以他也是也代表我們台灣去巴黎去參加比賽的選手 還有我們的曉豐 從1990年一直到現在 都一直沒有放棄的一位跳HIPHOP的舞者 那也曾經得過很多次的街舞的冠軍 還有我們的薇薇 我們台灣POPPING界的第一個傳奇人物 他是算是90年代跟我們一起到現在最資深 那我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 給我們這個機會 希望我們在即將上映的電影街舞狂潮 希望大家一定要去戲院 然後支持我們看這一部台灣唯一的街舞電影 謝謝 謝謝他們